好的,那么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共享屏幕 还是老规矩 你们现在看到大声朗读吗?现在看到190天吗? 没有,大声朗读,是不是又开bug了? 这现在呢? 嗯,对啊,紫兰跟紫兰他们总是读得很齐的 那么好,我们来 这个比较长啊,叫什么呢? 嗯,三色,嗯,看到了吗?她的题目 她的题目很小几本的歌,三色,嗯 好的,跟我读,妈妈是妈妈 妈妈是妈妈 老师是老师 老师是老师 妈妈不能变成老师 妈妈不能变成老师 不然妈妈会变颜色的 但妈妈可以变成好朋友 但妈妈可以变成好朋友 老师是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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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圆 感觉是蓝色 嗯 我问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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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去画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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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她就不能画个方呢? 为什么她就不能画个方呢? 嗯,画圆啊 这个圆是缘分的圆 和尚去要吃的时候 就画圆 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上辈子 可能是好朋友 现在呢,她过了几百年转世 又找到了你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们要按照以前的圆 就是你跟她之间有关系 你们是好朋友 所以你要给试的 在此玩的物流量 嗯 想问 短歌手 对,短歌行 短歌行 来,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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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如诚 毕如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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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日五标 毕日五桌 毕日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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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登一康 毕思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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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Nicholas 毕期节乎 唯有杜康 唯有杜康 好 考你们一下杜康是什么 那个酒 是的 这个就是杜康 杜康是一种酒的牌子 曹操特别喜欢喝这种酒 据说古人的酒跟我们现代酒不一样 古人酒是甜的 那现在就是辣的 辣的和苦的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我在给爸爸掏耳朵 我在给爸爸掏耳朵 此耳朵暂停使用 此耳朵暂停使用 请各种声音绕道而行 前往其他耳洞 因此给你们造成不变 因此给你们造成不变 敬请亮起 敬请敬请亮起 这个耳洞 因为你们的耳朵眼里面有个洞 所以叫耳洞 我们没有耳洞的话你就听不到声音了 我们还有一个叫耳朵 耳朵是我们上面那种 养的两个东西 然后它上面有两个耳朵 叫花朵 对花朵朵朵 所以你的耳朵是不是像个花一样 所以叫做耳朵 然后你的耳朵也像个饺子 以后有时间给你们讲 为什么他就讲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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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 才能从今天的岸边 才能从今天的岸边 一跃而跳到明天的岸上 滚滚长河夹带着 今天下午的时光 今天下午的时光 一只流向那无望的海洋 一直流向那无望的海洋 我面对着东方西方 我面对着东方西方 我向南方和北方张望 只见那金色的现实 只见那金色的现实 昨天还缠绕着我的心房 这个心房知道是什么吗 你的心 对你的心 你的心就像个房子一样 装了很多东西 比如你装了 我想要去Rainbow's End 装了我最喜欢吃的蛋糕 就像装在一个小房子里一样 我喜欢吃蛋糕 但因为吃太多了 嘴巴这里长了个 长了个 爆好像 你以后吃多了 你要小心 你以后不刷牙的话牙痕掉 此刻却像整个天空 此刻却像整个天空 分崩离析 分崩离析 虚无缥缈 虚无缥缈 虚无缥缈是另外一个词语 这个叫虚无迷茫 虚无迷茫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才能从今天的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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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从明天的岸边 好的 叫做春夜喜雨 你们喜欢下雨吗 不喜欢 不喜欢 但是他为什么要写 就是很让人喜欢的雨 是为什么呢 所以在古代我们要种粮食 那么农民在种粮食的时候 如果春天不下雨 粮食就种不了 所以当下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 而且我也很喜欢雨 是因为你看这上面有很多桃花 桃花开了就可以接桃子 所以如果春天下雨 就意味着桃花快要开了 跟我读 好雨之时节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润物细无声 夜静云聚黑 江传火独民 江传火独民 小看红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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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虫锦观城 花虫锦观城 很好 考你们一下 这个小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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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看 小看什么意思呢 春眠不觉小的小 对 春眠不觉小的小 那小是什么东西呢 你知道吗 它是早上的意思 它是morning的意思 所以小看红尸处 就下了一晚上的雨 第二天早上看到 有花的地方 然后呢 上面带着水珠 然后是什么呢 花虫锦观城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鸟窝 鸟窝 小鸟在我身上 感觉像住了一个窝 感觉像住了一个窝 姐姐从我身上 把小鸟窝 把小鸟接走 把小鸟接走 还把想象中的鸟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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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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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河 河 河 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 留着思念的泪水 银河庄也装不下 银河庄也装不下 流到了地上 流到了地上 成了河流 成了河流 你们知道 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吗 不知道 有小猫知道 有小猫不知道 总的来说 这个地方是银河 是Galaxy 然后他们呢 被王母娘娘 被他的妈妈 分在两边 不能相见 然后每年只有一天 能够相见 那天的时候 乌鸦会飞到天上 会飞到天上 然后做一个雀桥 他们就能相见了 这个故事 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 有个小猫笑得好开心 是谁呀 我不知道 好的 然后第一次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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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月光下的屋顶 月光下的屋顶 如银白的茅团 一步一来的茅团 轻嫩的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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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青蛙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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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呢 那是一个日本的诗人写的 他叫什么呀 他叫公藤侄子 他是个女孩子 日本的女孩子往往后面带有个子啊 什么的 你看就知道这不是男的 这不是男的 感觉是日本的一个传说 然后游佩云是 这个义的话是翻译 translation 我感觉是个快的 那么我们接着读最后一个 武桑报时 我日益的茁壮 以回报大地的茅养 以回报大地的茅养 你日监的裂变 以宽容我的梦想 这首诗写的很不错啊 你看他也是四个字的名字 但他不是日本人 他叫做格桑泽人 这个是中国西藏的一个名字 然后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个大槐树 然后逐渐在长的时候 他的根就把巨大的岩石给撑裂了 所以他说岩石日间的裂变 以宽容我的梦想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树的根要长越来越大 如果根不长大的话 树就没有办法接着长 谁那么高兴啊 然后好 那么今天我们和我和谁 我和多少人一起搭车 我和二十二人一 我和二十二人一 我觉得我很开心 花个笑脸 好的 那么就到这里 大家幸福了